在中國 在日本 皮革皺夾一直都是站長上的主流 荷蘭人來到台灣以後 就發現這個龐大的商機 在1633年 日本進行鎖國政策 於是更倚重台灣進口的陸皮 荷蘭人為了這個龐大的商業利益 竟然鼓勵當時怡肯的漢人以及原住民 全面獵捕這些陸群 以1638年為例 出口到日本的陸皮就高達15萬張 如果以一年10萬張的陸皮來計算就好了 那荷蘭人統治台灣的38年 就等於有380萬隻的陸遭到菩薩 在這邊工作感覺還不錯 每天跟動物相處也不用跟人 笑人 充啊 味道 你好 偷抓鹿齁 沒有 在觀察苗仔鹿的狀況 什麼狀況 他們 最近我們有在幫母鹿做一些捷獄疫苗的注射 捷獄喔 對 幹嘛要捷獄 不是在快沒有鹿的嗎 捷獄 講到這個 我想我們可以大概 所以現在是繁殖有過多了 是繁殖有過多了 當然為什麼會從富裕到現在要捷獄 我想講起來故事有點長 苗鹿對原住民很重要的一個資產 就是它除了可以使用 甚至於可以繳一些類似罰款 或者是你要當聘禮 或賠罪的這種賠償的一些禮物的匯證 其實都用梅花露來做使用 他們其實當時在捕捉的時候 也是有一些禁忌的 所以他們當初在抓的時候 其實只限定在冬天 限定在冬天 約千百人就去狩獵 然後禍如丘梨 你就只想像得到那時候 那時候也 原住民也抓那麼多 一個時間抓那麼多 因為它就限定中間這一段時間抓 可是等到大概四五月之後 其實就是梅花露要生殖的時間 那時候他們就不抓 我帶導演我們到一個更高的地點 來看 探望我們整個梅花露復育區的狀況 好 那邊嗎 好 你們在這邊工作實在太幸福了 看山看海都沒有啊 1638到1639 大概是台灣梅花露抓的最嚴重的時間 那當然這樣的狀況 荷蘭人其實也注意到了 就怕梅花露會 數量會急劇減少 所以它後來其實也有限制中國人抓的季節 那甚至於到最後就不發捕鹿證給中國人了 那可是因為之後其實原住民已經學到中國人的捕鹿的方式以後 就回不了頭了 有美國的那個專家學者來做調查 確認1969年 台灣梅花露最後一隻就在台東 就被獵捕 之後台灣的梅花露就再遠一點就消失了 後來在台北市立動物園 從那邊引進了22頭台灣梅花露 經過這樣 一、二十年來 台灣梅花露已經在野外已經繁殖成群了 因為現在台灣梅花露在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天敵的 所以它在繁殖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沒有遭受太大的一個迫害 有一些會跑到附近農田去啃食的農作物 所以這個部分最近這幾年來 我們從富裕的角度要轉向 就是要控制它的一個族群量 那我們今天剛好也有我們的獸醫師來這邊做檢疫工作 那我們就帶外島來那邊看一下檢疫的過程 我們需要的醫療還有檢驗的麻醉的工具都在這裡 或許可以拍到那個廊道 有廊道可以通過來 我們這個計畫大概從我老師到現在 三十幾年 這就是那個吹劍的劍 那等一下我們會把麻醉率放進去之後 然後會鎖上那個針頭 然後等一下做吹劍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動作 就是先調整好它的劑量 刻度的劑量 然後等一下把麻醉率灌進去剛剛好 沒有 差不多我看他一直在搖了 工作時間到晚之後他們會進去做骨保定 用完之後 我們要工作時間就可以很長 第一個先確認 為什麼可以翻 這個確認它的耳耳 在我們保育區都有它標準的耳耳 它黏膜其實這個顏色都還可以 就粉紅色的黏膜 從它的牙齒的磨損 也可以大概知道它們的年齡 尤其在舊時的 那梅花露跟我們的很多草石獸一樣 它中間這一段是沒有牙齒的 而且它上顎也是沒有牙齒的 眼睛的年末也是 看它顏色對不對 顏色都是粉紅的 好 嗯 粉紅是健康就對了 對對對 那我們就會再檢查一下 它全身的毛皮下有沒有藏著這個壁絲 那壁絲最常見的就是它耳後 這是它弄不掉的地方 它脖子這上面 所以我們會整個摸摸看裡面有壁絲 那我們也可以摸摸它的肋骨這個地方 可以大概知道它的胖瘦度 我們只要手摸過去 可以數出一根一根的 像這個稍微可以數 又稍微上面有一層肌肉 這種就是在可以大概適中偏瘦 一點點而已 但是它會在這個乾草期在玩之後 它就會漸漸的變好一點 100年的入睡至於是有10年 老了喔 算老了 對對對 它應該很有經驗啊 怎麼不會跑 有經驗會更穩定 幾千年前陸群與原住民共生共存 遵循大自然的聲譽法則 遵守祖靈賦予的狩獵禁忌 直到400年前 世界列強在西太平洋 拉開海權爭霸的序幕 台灣成為貿易戰場 美麗的陸群成了一張張出口的軍需貨品 16世紀到17世紀 那時候特別是 日本剛才 建國時代 日本是還沒有那樣統一 在建國時代 武術的還是像 殺來殺去 武術穿皮革 比如褲子穿皮革 站起來比較方便 日本人他們的陸群需求量很大 可能沒有來之前 他們就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陸群貿易 低成本還能賺大錢的生意 不做的才是傻子 明朝官員成帝在東方紀描述 台灣西岸所到之處 陸群 陸腳 未積衝動 意思就是數量多到驚人 中日的海商將陸群銷往日本 陸邊 陸榮作為珍貴的中藥財 就送往中國賺取高價的利潤 在這個地圖裡面 他就在右邊這邊畫了有人在補陸 這個其實是一個軍事情報 換句話說補陸其實也是當年 整個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景象 硫磺跟陸皮改變了16、17世紀 台灣歷史的發展的走向 台灣就有10萬張的陸皮 不去日本 就是很大的生意來畫台灣 以當時的利潤 一張陸皮價值八分銀 等同於可以買到8.5公斤的白米 海商賺到撥滿盆滿的大把白銀 當時還在和西班牙打獨立戰爭的荷蘭 才剛殖民福爾摩沙 對於大圓的開拓野心勃勃 見到陸皮貿易幾乎是五本生意 當然要插其競竹 大概你買陸蘭東陸公司的股票 一年的環本是利息超頻率是20% 等於信用卡循環利率 你把你的信用卡刷爆了 現在很好賺 任何人都願意投資 那很大人會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五本生意 反正陸皮說的 我就算價格給這些原住民 算價格給這些獵人 我就可以把它整理好之後 我就送到船上 然後就快到日本去 這個是很明確可以到日本去的商品 為追逐利潤的最大化 荷蘭在東亞的貿易手段更加凶狠 而各國在東南海域上打仗 彼此掠奪又互相貿易 尤其是掠傑的利潤太大 荷蘭成為海上強盜 也以貪婪的手段統治殖民地 你作為一個我統治的成名 一定要叫你的人生稅 人頭稅 凡是七歲以上 台灣居民都需要以陸皮作為貨幣 繳交人頭稅 荷蘭更嚴禁 漢人直接和原住民交易 再向漢人課狩獵稅 販售補錄許可證 針對出口陸製品再課稅 且萬萬稅 以前的人補錄其實是不要錢的 那麼他現在針對你補錄 你就要拿到我的執照 你要去這個部落買賣 你也要取得一個資格 所以他們就設置各種稅 然後來收錢來賺錢 根據台灣最早撰寫 陸皮貿易史的前中研院院士 曹永和研究 荷蘭時期的狩獵症還分類收費 用陷阱的每個月15厘二 用繩網的每個月1厘二 從1638年底到1639年中 售出的狩獵症就近賺約2000厘二 儘管如此 荷蘭人還是嫌進帳的速度太慢 那個標槍他們會綁繩子 綁那個鈴鐺 只要那個路被射中以後 他會繼續地跑 但是那個鈴鐺就會跟著響 很容易就把路給抓到 所以一開始就開始想說 原住民你們捕路怎麼那麼慢啊 我要跟你收 你手上就只有那三張五張 這怎麼辦 所以我只好開始引進中國人了 荷蘭就覺得這樣煩惱 荷蘭就比較高級了 他就燒森林 把他燒掉 那路都進方跑到那個 跑到路陷阱 那路一下補到五六十五十五百隻 荷蘭引入大量的漢人 進入傳統獵場 帶來新的狩獵技術 1638年創下鹿皮的出口量 最高紀錄15萬張 隔年也還有13萬張 再加上日本執行鎖國政策 大猿當局開始規定陸製品 只能賣給荷蘭 意圖壟斷台灣的陸皮市場 卻引發漢人的不滿 荷蘭在煽動原住民抵抗 爆發一連串的抗爭事件 這才驚覺事態嚴重 荷蘭決定廢除執照制 改採圖執照標制 荷蘭人帶來的經貿活動 拍起了梅花鹿在台灣的大浩劫 想一想一年五萬隻陸火三槍隊 被殺掉其實滿可怕的 可是當它成為一個國際商品以後 輔入的數量就快速增加 黃金般耀眼的陸皮 為海商強國鑽進真金白銀 曾經千百成群的野鹿 悠遊山林間的美景 逐漸滅失在歷史長河中